歡迎來到韓式小日子 今天出外去哪裡? Let's go! 老闆,你今天有活手瓜嗎? 今天沒有 那今天有什麼好東西吃進嗎? 有有有 哈哈 中南市場這邊都有一些特殊的小店 而且還沒等之後都很會愛 最近這邊有一些文青的店 自從這邊等之後我們常常吃點買菜 你以為今天我只是買菜而已嗎? 再去一個地方 今天呢,我回來買菜 還預約了做我的睫毛 但是我的兄弟是體驗做睫毛 而且我在買菜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家店很特別 他在開市場裡面做美睫 就想說剛好他生日人 他生日一股也預約了一下 哈囉,今天這位是我的美睫師 Kina 大家好 阿,我想你諮詢一下Kina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睫毛 不知道睫毛會不會痛啊 其實睫毛是不會痛 因為我們主要是對在你睫毛 就是它一根部大零點 比較零點 它一根部大零點 所以基本上不會黏在你睫毛上 就是睫毛要根部上 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硬 我推薦你如果喜歡的是比較氣質感 然後比較優雅一點點的 然後比較太濃的話 會比較推薦你的是三長花跟三月草睫毛 那這兩個的差別差在說 三長花睫毛它是屬於層次毛 也就是說它跟我們的人生睫毛比較像 就是有長有短的 那它就是每一款毛 大概有三個睫毛尺寸去做組合 然後它一束的話大概會有三到六根不等 那因為它的長短度比較接近我們本身的睫毛 所以它做起來是有層次感很自然 整個睫毛已經做好了 看長長的睫毛 今天體驗睫毛整個視作的過程並不會痛 很好睡 然後就是在剝睫毛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癢癢的耳力 整個睫毛之後看起來精神很多 而且大家聽到最後有幫我稍微修理一下我的眉心 這眉毛跟睫毛真的是會讓整個人看起來更精神耶 然後呢它也跟我講說接完睫毛的一些保養的知識 就是接完睫毛過後呢兩個小時之內不要碰到水 然後最好是維持到四個小時以上會更好 然後就是不要用油性的眼妝啊 或卸妝油這些都不適合在你做睫毛的時候使用 但是一定要做清潔 清潔是很重要的 只要一般的正常的洗臉 臉部清潔是ok的 然後它有附一些 因為不能去拉扯到睫毛 所以它有附給我這個 在眼周如有分泌物的時候可以用的這個棉籤棒 然後呢還有睫毛書 這邊現在睫毛長長了 就是可以用睫毛書來整理一下睫毛 還有這個洗臉的海綿 在清潔完臉部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洗臉海綿呢 來把多餘的水分給洗掉 總結今天呢 這個體驗這個架間睫毛的感覺是很不錯的 呵呵 我們下次來看看之後上妝過後 接睫毛的感覺是如何 嗨 早 今天呢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睫毛過了7天的狀態 看一下 狀態還是維持得很好 基本上它不需要什麼保養 就是洗完臉的時候把它擦乾 然後用那個梳子 睫毛書 把它往下梳順 等你往梳順 然後再往上把它刷掉 這樣就ok了 然後睡覺的時候 嗯 盡量不要側睡 然後怕我去壓到它 會變形 基本上我出門的時候呢 就是簡單的畫個眉毛 然後掐個口紅 真的就很驚險了 那今天呢 我是再加上一點點的眼妝 輕輕的在這個眼尾的地方上一點眼妝而已 那像這個 眼線筆跟這個睫毛膏我都不需要了 呵呵 非常適合我這個懶人 如果你也想嘗試接睫毛的話 我會把店家的連結貼在下面留言處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拜拜